在初秋季节有很多家庭就会选择自制葡萄酒 这个葡萄酒今天早晨来得匆忙忘带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有很多学生就参加过这个过程 在家里做过这个过程 那么就请制作过葡萄酒的同学讲一讲 在制作葡萄酒的过程中有哪些细节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学生就会说出葡萄不能洗得太干净 要保留野生的酵母菌 在制作的过程中 这个瓶盖不能拧得太紧防止大瓶 而且我们要经常前期要经常翻动一下 是为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请同学们来分析分析 酵母菌酿酒所应用的原理是什么 最后请同学尝试性地来总结细胞呼吸的实质 由此引入我们本解课 细胞呼吸的概念和类型 那么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过程是我们本解课的重点 我选择学生自主探修师来学习 首先我们教师要充分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过程的动画或者是幻灯片 之后学生自主阅读教材九十三页到九十四页相关内容 完成学案中的两个表格 在学生完成表格的同时 教师要做观察 对有天写问题的学生 针对性的记忆 最后以展示的形式 利用国民体展示的形式 进行展示纠错 在展示和纠错的过程中 加深并确定 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过程 以及物质变化